山海情马德宝结局是什么? 山海情德宝和麦苗在一起了吗?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山海情中 马德宝这个角色令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马德宝是马德福的弟弟 他年纪虽小 但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领导力 虽然早期没拿这种能力做啥好事 马德宝一心想要出去 因此和父亲的矛盾也是越积越深 此后马德宝在麦苗身上发现了许多闪光点 两人也是越走越近 只是他们成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也是充满了各种误会 那最后德宝和麦苗能不能收获一个不留遗憾的结局呢? 一、德宝和麦苗在一起了吗? 剧中 马德福和水花基本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青梅竹马的感情里就只剩下马德宝和白麦苗 还有忠诚眷属的机会了 其实最想不通的是白校长看到马德宝回来之后的行为 这是多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这样的岳父哪里找? 当然马德宝和白麦苗之间的误会不解除的话 他们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小 可以看到的是德宝种蘑菇赚了不少的钱 因此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会越走越好 从当初的叛逆小子出去一趟经历过生死之后 回来的成熟简直可怕 所以越来越会成为白麦苗可以依赖的那个人 白麦苗对于母亲的离世都怪罪到了白校长身上 要知道这么多年白校长也没有想过虚嫌的事情 可见对白麦苗是多痛爱 但麦苗似乎并不懂 而这回去了福建之后寄给白老师的信中可以看到 他对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可以看到白麦苗也在成长了 然后再到马德宝 他就是经常被父亲打 真是哭笑不得啊 是不是才发现他们简直就是绝配 完全就是逆子组合 但其实想说 经过了煤矿的事情回来之后 马德宝跪下对父亲说 以后再也不期他爹了 这趟出去和陈麦苗的收获是一样的 都审视了自己和父亲的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共同点 注定了他们在一起是会很和谐的 首先马德宝和白麦苗结婚的前提有了 白校长不仅没有反对 反而鼓励他们自由恋爱 而马家这边可巴不得得 宝早点和麦苗结婚 又再加上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 小的时候又是如此像 长大成熟的过程也是如此 他们结婚之后 肯定都是一个孝顺自己和对方父母的人 所以从某种情况来说 三观是非常一致的 难道还不是绝配吗 最主要的是 演员表里有写德宝的儿子叫强强 却没有明确提到谁是他媳妇 对于这个线索 就可以反而推测 马德宝的媳妇就是白麦苗 但目前最期待的 还是应该在他们分开之后的第一次碰面 很显然白麦苗既恨着马德宝 心中有愧的马德宝会怎么去化解才是最关键的 二 马德宝结局 山海情这部剧最后的结局是好的 马德福想必这个代书记也应该转正了 虽然没能和水花终成眷属 但毕竟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他 从演员名单的情况来说 或许马德福的媳妇就叫高清侠 并且他们还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名字叫贝贝 主角的结局肯定在非常的不错 从图中可以看出 大家最关心的马德宝和麦苗一定会很幸福 至于这个幸福的看大家怎么理解 如果他们最后在一起了 那自然是最幸福的 从着装可以看出麦苗浅蓝色的西服 或有企业高管的味道 德宝的衣服倒是朴实 也有种抱发护的感觉 所以在意争取的话也算是和谐 就算是没有在一起 那也是幸福的 毕竟都有了自己不同的生活 毕竟马德宝和麦苗的青梅竹马 或许并不代表就合适 反而分开才是最好的结果 但从片尾的演员表的情况来看 并没有提到麦苗有了小孩 但马德宝的儿子叫强强 从这里判断的话 他们应该是在一起结婚了 李水邦是几个中存在感最低的 但在照片上可以看出 杀青的时候他穿的是三位男士里最得体的 因此很有可能他最后成了企业家 要知道就金贪存来说 德宝种蘑菇是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 应该是最有钱的才对 和服装都没有水旺的光鲜亮丽 如此对境就可以知道水旺的成就肯定不一般 最后来说说噶娃 水旺虽然存在感低 但毕竟镜头还是非常多 这噶娃出去之后怎么回来的都还是未知的 肯定也会是和马德宝一样吃了不少的苦 很有可能就错过了发展起来的第一波 所以从服装上看 噶娃真是最惨的一个 因为其他三位可都是西装 就噶娃穿的是一件简单的衬衫 也就可以说在成就上 噶娃真就是那个最不争气的